大S被绿了 最近陆网热议 俊叶把大S绿了 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根据陆网的报道 所谓出轨的证据是一张照片 照片中俊叶身穿灰色短袖和蓝色背带裤 打扮得很时尚 在他身后坐着一位戴黑色语服帽的美女 而之所以认为两人关系不简单 是因为这位美女穿着和俊叶几乎同款的背带裤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据了解 这位女孩指示君业 还有沈泰云车队拍摄宣传视频时 出镜的朋友 虽然两个人都穿的是背带裤 但根本不是情侣装 更何况君业不是这种爱沾花惹草的人 他和大S结婚后 一直对异性都很有分寸感 每次演出结束 一堆粉丝等着求合照的时候 如果有女粉 他都会十分拘谨 还有粉丝说 他的手无处安放 要是君业单身的时候 是可以搂着女粉丝的 还显得很亲切 但是有了老婆就是要注意分寸比较好 在婚后 君业真的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恪守辅导 大S在家带孩子 君业出门演出 对热情女粉丝的合照 可以保持距离非常绅士 反反君业的意思也能看到 他只要每次发动态 小姨子小S 以及大女儿许细文 都会给君业点赞 赢得一家人的尊重 上次在庆州表演 因为周围都是美女 一向在台上爱蹦 吵气氛的他都烈手烈脚 这样的君业 怎么可能出轨呢 也希望粉丝们擦亮眼睛 不要被骗 还过两天 大家不妨一起期待吧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时时跟踪最新现场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喜欢 不妨点个订阅 记得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听说明明不妨点 你会不会有关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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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感动 对 对 听说明不妨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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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二 啊 啊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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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